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汁咖啡 我是俊仁 今天我們要來開下一個新的濾杯 這個濾杯跟一般濾杯看起來就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一個很精緻的這個木盒 裝著它 那我們開過濾杯裡面 其實一般都是以實用性為主啦 所以通常那個濾杯的包裝就是用紙盒去包 或者是塑膠的這個包裝盒包起來 用這種木盒包裝的 其實它很顯然應該就是一個收藏品 像我們之前開過這個史上最貴的濾杯 這個牡丹濾杯 那它就是用這個一個很漂亮的木盒 來包裝起來 那其實平常我也是會把它放在那個木盒裡面 那個木盒本身就非常漂亮 那這個又是一個 算是蠻精緻的木盒 裡面應該就會是一個 也是很精緻的這種 藝術品等級的濾杯 我們把它拿出來看看 我們把這個綁的袋子拆開之後 我們就有看到它的牌子是這個Bresta 那 Bresta最近出了一系列這個菩提濾杯 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的濾杯 那我們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好我們把濾杯拿出來了 其實它這個做工真的是蠻漂亮蠻細緻的 它這個右色很亮 那我們看到它下面是像一個葉子 葉子的一個造型 葉子的梗在這裡 好那其實它這個系列是有兩款造型 一款是像我這個下面是一片葉子的 那另外一款下面是一朵花 所以它這個是用 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菩提 這兩個概念去設計這兩款 那它有兩種顏色 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藍色 那我 拿到這個是藍色的 那這個是我一個 很好的長輩送我的 所以 其實之前就拿到了啦 一直沒有開箱 那今天剛好想說拿出來看一看 那就順便 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那它這個是在中國 江西的 景德鎮 它這個製作的陶瓷 那景德鎮的陶瓷 當然是很有名 那它這一個做法呢 它在上面 它的右 很亮很漂亮之外 它上面是有一些這個 冰裂紋 那這個他們叫做蠶翼 很像這個蠶的翅膀的感覺 那它這個裂紋其實是因為 右的一個收縮 自然產生在裂紋 所以它會變成是 這個裂紋是沒辦法控制的 所以也沒辦法用人為的方式 去複製出一模一樣的 這樣子的裂紋 所以它 這個也是算蠻有獨特性啦 它有它的 唯一性 就是它是 其實世界上不會有一模一樣的 它可能造型上可以做一樣 可是那個裂紋一定是 每一個都不同 好那因為這個不是我自己去買 所以我不曉得 購買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挑 那如果我可以挑的話當然你 可能自己就可以選擇 你覺得那個裂紋裂得漂亮的 那如果我可能是在沒有辦法挑的通路買的話 那就有點看運氣了 它這個裂紋是每一個都不一樣 那也都是無法控制的 好那這個冰裂紋也算是它的特色啦 好那其他的話我們看一下 它裡面這個肋骨的深度我這樣摸起來 好像沒有很深 好那它這個裂面的設計有點像 我們之前開過的一些那種橘形 直肋的濾杯 好就是有點像花瓣的感覺然後 直線的肋條 但是它這個肋骨感覺沒有很突出 剛才眼睛看的時候感覺更平 你如果實際手摸它是有一點凸起來 好所以這個實際在沖的時候效果怎麼樣 我們之後 我們再拍一支影片來實際沖沖看 而且它的這個 濾杯不是正圓形的 好我們之前 使用的濾杯大部分都是圓形 但是它這個是有點像 橢圓的感覺 那應該也是為了做造型啦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對實際的沖組跟萃取有什麼影響 我們下次也來看一看 好那不曉得是 比例的關係還是它真的 下面這個孔看起來是蠻大的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之前我們的濾杯都會有一個底座 那它這個底座因為它是做一個葉子的形狀看起來比較小 對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我這樣子放在 咖啡下壺上是不是可以 很穩的 這個也是現在是我們沖組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我們再實際來試試看 應該這個部分套上去是還OK啦如果就是壺口不要選太大的 以免就是超過了這個範圍的話 可能就會卡到別的 這樣有造型的地方 好那其實目前我這樣看起來是 還蠻漂亮的 它的顏色啊造型 就是比較 比較不像一般的濾杯 它就是中規中矩可能 就是做圓的啊然後比較規律的 一個形狀的感覺 所以它的 就是說形狀上也不是正圓形 那它整個就是做一個這個葉子的造型 然後 上面又是一個濾杯 所以是蠻特殊的一個設計 我印象中好像我還沒有 用過這種濾杯就是 它是以造型設計為主的濾杯啦 不是 不是一般我們那種功能性設計的 但是它既然也是算這個咖啡的 大品牌 然後這個器材類的大品牌 生產出來的濾杯我想應該效果不至於太差啦 好那我們之後我們再來做一個松阻實測看看 好所以我們剛才看說這個下面的洞 大 而且我現在摸 它的肋骨還好 突出 它的這個效果看起來還好 因為它在下面這邊 沒有很尖銳的鋸齒狀的感覺 好那原則上洞大的話應該流速會不錯 那如果它的 這個支撐可以做得好的話 那流速可能可以比較快 好但是目前看起來它這個底部的肋骨 並沒有很 很尖銳突出的感覺 好所以到底它的流速會怎麼樣 那因為這個濾杯我今天就沒有做流速實測了 我們就留待 下一次實際沖組的時候我們直接來觀察看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盒子 這個其實就很簡單 裡面就是一個保護的紙盒 好那底部有一個它的說明 的一些型號啊 就我們剛剛講它有分 一花一世界跟一夜一菩提 然後顏色的一個說明 其實也是蠻簡單的啦 所以 這個真的是 也蠻適合收藏 放在木盒裡面 可以把它好好收藏著 好那像我自己是有個濾杯架嘛 所以我可能把它擺出來 那這個造型看起來也真的是 蠻漂亮的 那因為他們這一個濾杯 它的一些 文案上面 有提到像 錦德鎮 可能之前都是 在幫中國的一些皇帝 燒一些陶石器 或者是常提到這個冰獵文的一些由來 或是歌謠 的一些歷史 那有的人就吐槽說其實 很多的這些元素啊都是發生在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朝代 不過 這就是一個商品的文宣啦 那因為這個也不是 不是古董 這就是現在製作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如果覺得這個造型漂亮的話 我們就欣賞它的 造型就好 好那目前我看起來 其實它的整個質感啊真的是 做的都還蠻不錯的 它這個亮面的右的部分 它的那個亮度我覺得很好 那它在這個不同顏色的處理上 我覺得 它的 就是顏色的表現也都不錯 而且像它這樣子的花瓣的造型的感覺就是 也有點漸層的顏色 那再搭配上它那個冰獵文整個看起來就更活的感覺 而且會隨著這個光線的反射 所以整個看起來真的 這個型 不錯然後整個 右的這種質感也都不錯 而且它連最後下面這一圈因為一般他們燒製的話這樣放著下面這一圈是不能 上右的 可是我覺得目前就看起來它的整個處理都不錯啦 做工算蠻細緻的 就不會有什麼地方覺得好像有 有點瑕疵的感覺 那有些濾杯它可能實用性為主就比較不是用工藝品的角度去做 所以比較容易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可能表面上有些小瑕疵 或者是說一些 細節沒有修好的地方 不過這個濾杯 目前我看起來它是真的還蠻用心的就是 整個看起來沒有什麼明顯的瑕疵 真的是蠻細緻的一個做工 那所以如果喜歡收藏 這種特殊造型的濾杯的話 這個濾杯目前就是以 外觀的漂亮來講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看起來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之後我們會用這個濾杯再來 實際沖煮看看 那看它這樣子特殊造型的濾杯 實際沖煮的效果會是怎麼樣 好那這是今天我們 開箱的一個比較特殊的 這個菩提濾杯 那之後我們會再來幫它做這個實際沖煮的實測 那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